我們來繼續介紹關於建立Group的方式 我們知道已經如何建立Group 就是Cmd G或Ctrl G 首先要先選取你的要Group群組的那些軌道 這時候我們在這邊先Delete掉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然後還有一個Delete 就會問你是不是需要Delete 因為這個Delete是Undoable的 就不能Undo的 Delete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可以做一件事 譬如說我想要我的 大鼓小鼓嗨嗨跟彤彤是一個Group 好Cmd G 然後這時候可能就會打Drum 按OK 然後這個時候我再多選一組 好再Cmd G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會打Drum 我可以打Drum加上 Overhead 然後再全部 然後Cmd G 這個時候我可以Drum 好 這樣的話我就會有三組的不同Drum的方式 譬如說 假設我現在做一下 隨便做一下這個Balance 然後 然後 那這個時候我們稍微 確確一下我們的Editor 我們把Mute的所有都打開 然後這個OK 然後 這都有了 然後確確一下 然後都是 好所以 如果我今天選到第一組 我們選 然後 這樣子喔 Option 不要選 好 選到第一組Drum 這個時候我在推的時候 我就有沒有 我就只有 大鼓小鼓 嗨嗨通通 然後 如果我選第二組 有沒有 然後如果我選第三組 就全部對不對 它就變成一個潮狀式的方式在做 呃 選取的動作 等於說我就可以 設定三組 然後 我一定會發現 呃 上面會跟著改變 這是一定的 有沒有 你就可以知道 好 那我全部選的話 就沒有差 就是一定是全部嘛 所以基本上 等於說你可以分別的去 安排你的群組 然後 去做 適當的調整 因應不同的狀況 對 OK 這就是 基本上建立群組的方式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就是關於 呃 group的選取 它會有哪些狀態 我也可以利用group去 選取我要的軌道 譬如說我現在選到drum是這樣子 好 這次我可以對drum 這個群組做操作 有沒有 對不對 好非常簡單 就很明很簡 非常的清楚 你就可以這樣做操作 可是如果我想要 呃 選取 drum 就是大鼓小鼓 嗨嗨跟通通的話 我可以利用 呃 這個顏色的mark的左邊這邊 一個空白處 但我點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 這邊 軌道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 你就不用 再去 呃 比如說 option 這樣子 你就不用這樣選 你可以利用這邊選 那如果不要的話我就 嗯 option 有沒有 那我可以利用 再開一次喔 點下去 就選起來了 那如果我點drum 和overhead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 全部 然後這個時候我這樣選取 選取的狀態 跟我選取的群組狀態 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這個時候我還是 是drum的群組 那 這樣還是全部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選取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我還可以這樣點 點掉 然後 不要 不要 有沒有 好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我要去 呃 重新的設定 這個 就是 去設定 我們這個 就是 group的群組的設定的話 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點兩下 然後再進來 決定設定 我的group 好 差不多基本上是 這些方式各位可以嘗試的 操作看看 然後去使用一下 有一個 的 有一個 的 的 有一個 的